一年前疫情開始的時候 很多人都可能會很迷惘 也都很嚮往什麼時候疫情會過後 過去了之後是否會很快回到公司 突然間就刪除了很多新常識 也刪除了很多怎樣去用Zoom 嘗試去複製我們實體的經驗 同事有時候會說我想回公司 沒有那麼多迷惑 但其實有些人會說其實工作人員都不錯 因為可以照顧家人或者周邊的事 也都看到很多不同的大公司 都會說其實未來這一年或者兩年 都是永遠的工作人員 或者是給一個敵人的風格 Ampathy和設計思維有一個dependency 本身Ampathy是一個很重要的技術 Ampathy本身就是同意心 最簡單就是walk them out and someone else's shoes 你穿著別人的鞋去走一距離 就變成你去代入別人的情況 看看由他的角度去接近一件事 他會怎樣想呢 他會做些什麼呢 應該大家都會去實習這件事 Design Thinking 和 New Normal 都是一個過程 正如我們 New Normal 要看同事的處境 想想大家同事不同的需要 想完這個處境的問題之後 就想到有什麼方式去實施這件事 可以有什麼解決方案 其實 Design Thinking 也是這樣 吃到吧